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该是从阳光局青藏县的指挥部了 你这孩子 这么好的消息 你怎么不打电话告诉家里啊 以后让奶奶高兴高兴 指挥长 你别这么叫 啥指挥长 这车上没酒 我要去弄点水果 好好好 谢谢啊 当指挥长了 没有 给我师父当助手 你说你这孩子 做事啊 永远让妈妈感到吃惊 我知道你不是在夸我 是别让我拿 反正你跟萧萧啊 你们俩做事啊 就是永远让我琢磨不透 对了 我问你啊 你跟云霞到底怎么回事 没事啊 我跟你说 你别闹 别闹到最后 像我跟你爸似的 非得离婚不可 不 我们不会 那到底怎么回事 他是不是回北京了 把倩倩带走 不是 他已经上山了 上山了 在哪儿 现在已经在戈尔木了 你说你们俩折腾什么 妈 我们的事你就别管了 我怎么能不管 你们俩不是还没办手续吗 那我总是要知道 我的儿媳妇现在在哪 啊 我的孙女现在到底怎么着了 妈你要再问的话 我 你就找不着我了 赶紧喝水 喝水 喝水 真是拿你们这俩孩子没办法 哎 统长 这下一站什么时候到啊 十多分钟吧 哎 谢谢了啊 对不起 在什么呢 你注意点 没看你我一遍一遍擦吗 我不是故意的 真是 你是运动员吧 运动员 根据什么呀 我看你撞得跟西藏牦牛似的 你还以为我夸你了 你没听人家说 到了青藏高原 肺活量越大 高原反应就 哎 怎么了 嗯 来 再跑两趟 心肝肺的要吐出来了 怎么又吐了 车长 肚子里像半江倒海似的 走走 我扶你去休息吧 flew 幸课 来人了 糍 老伙计 这么大的风 你跟土拨鼠似的 绝着屁股在那干什么的 想看看这个洞土 在什么温度下 不伤害我们的路基 看来 你搞了不少年了吧 是啊 这都25年了 有些事还没弄明白 是啊 这需要一种超乎常人的毅力才能坚持得住 你呢 能坚持得住 是你 七连长 三连长 老谢 我想死我了 你好吗 好 好 好 来 坐这 好 你坐 还是你三连长有先见之名 这么些年你一直撑着在这等着我们 这我们指的是谁 这我们指的是谁 段副局长 是我们A工程局青藏铁路的指挥长 拉帮套 你现在可是主力军了 老伙计 哎呦 老伙计啊 我就再是主力军 也离不开这些科技人 更离不开你这个动土专家 怎么办啊 哎 怎么样 跟我一块回格尔木 我车在那呢 回去帮我好好研究一下这动土方面的问题 这可是我心中的一块大病啊 老伙计 没问题 嗯 走 走 来来来 下车了 到了到了 欢迎欢迎啊 哎 下了车把东西放到房间里洗八脸 然后吃饭啊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快先去吧 你老跟着我 去帮助方公 咱们要是发到个人手里 来来来来 我给你 来来来 我介绍个人 让你认识认识 这是我的新搭档 段剧 你好 好 肖万成同志 承门关照 哎 这车座呢 你们认识啊 我们大院的 哦 陶家大院的 哦 欢迎欢迎啊 这给你 这就是我请来的贵客 你们工程队啊 有几万人 人家不穷 要盖雪域大厦 好啊 你的钥匙109 还有你的203 还有 还有 小纸 你的钥匙202 还有你 哎 哎 那个你先到我房间休息休息 放心吧 我都安排好了 哎 老黄姐 这傻站着干什么呢 开饭了 你抢什么啊 你 你会不会扫地啊 你扫地你还抢啊 你想怎么样 我干什么呢 西服三天 你们以为是放假三天的 胡闹 我们这闹着玩呢 听好了 明天早上八点钟集合 到医院检查 队长 我没病 啥笑没病啊 哎 你是队长吗 是啊 你这儿有两个员工病倒了 你快去看看吧 我说了吧 闹腾的吧 走走走走 赶紧赶紧 啊 何老师 您进去歇会吧 我去看一下 哎呀好 快快快 我进来 你这是怎么了 妈 妈 我还以为我把你这个儿媳妇给丢了呢 怎么会呢 宁愿都是我妈 你跟我说说 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 提起他我就生气 一个大男人不知道什么为重 他现在不是决定上山了吗 你瞧他磨磨磨唧唧的样子 那你为什么上山啊 我是因为我爷爷 青藏铁路已经三次上马了 如果我们方家没有一个人 这是方总一辈子的心愿 你们俩呢 要是都上山也好 相互之间呢 会有个照应 什么呀 人家早给我约法三章了 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们俩是夫妻 不能这个 不能那个 不能这个 别提了 真的怒火中烧 好了 让你受委屈了 你说这孩子也是啊 这都多大了呀 还这么任性吗 没有 没有 其实有的时候 我真的挺恨他的 妈 要是哪一天 你真把我这个儿媳妇给丢了 您就全当还有我这个女儿吧 哎呀 孩子 你说我们过去那会儿啊 这蒸汽汽车要是坏了 拿大锤一轮 一休就好了 照样开 现在呢 换成精密仪器了 这有点小毛病啊 就唧里哗啦的乱叫 就报警 就刹车 妈 您这是说机器还是说我们呢 都一样 哎呀 你们这些孩子呀 有个事儿问你啊 我听说 你跟这个谢老的关系 比我们身后的多呀 我可知道 谢老是动作专家 在北方交大 西北大 那是博士老师 所以说呀 我想让你拜他为师 你小子呀 不用出国 就是个博士了 我来青藏高原是干活的 不是拿博的 这你就不懂了 我告诉你 青藏高原铁路 那可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动土施工现场 咱离不开啊这个 老规矩啊 我们工程部门是根据设计部门的图纸施工的 对啊 有什么问题我找何高原 找设计总体 我找他干什么 你小子怎么能跟我这么说话呀 你是宗旨吧 对啊 我是副的吧 没错 协调的事你来干 你协调完了以后 我那个执行就完了 对不对啊 那你小子跟我废话 好 来来来来来 行 怎么回事这是 来来来拿着 这里有三百块钱 买张迫摘票回家去吧 我不要 啊 鲜少啊 你这种状功哪个藏座汉子不比你扛得多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给你白干 你只要帮我介绍上山修铁路 那怎么行啊 人家是正式的单位 有正经的队伍 赶紧 走吧 走吧 不是我 别别别 哎呦 高远 你怎么才来啊 应该罚酒三杯 罚酒 哎哎哎哎 好好好 好好好 你慢点喝 高远慢点 这个必须得喝 好 第二杯 这第二杯我敬我姑妈 好 感谢你到格尔木来看我 那我应该敬你们 你们把青藏铁路建得越红火 这周围的城市就会越火 好 辛苦了 来第三杯 慢点喝 第三杯 第三杯敬我 谢伯 谢伯来来来 马上马上啊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哪能喝酒啊 不是 谢伯意思意思啊 你炒喝点啊 你炒喝点啊 高远你完事了没 咱过来给你介绍一下 来 这个是那个我们A局的宗旨 段海超副局长 哎 何总 不用你介绍 我们在湘淮铁路上合作过一次 恭喜你啊何总 有进步啊 哪有 盛名之下难负其时 谦虚了 来来来来 你这不对 最少喝点啊 谢伯你说 你看啊 哎 这个长度啊 啊 就在这儿 这名字都不对啊 行我改过来 不是 你这是办公室啊 啊 干什么呢 跟我 我跟你说啊 我叫你来知道干什么吗 你说 告诉你明天我们大部队上山了 是是是 哈哈 这么快 那 而且 宗指挥订的五种类型的试验路机 我们那有三种 就等你图纸出来了 来喝杯酒 干 好好好 我喝我喝 赔一杯 安城 你听我说 你说说说说 部长要求我们拿下昆仑山 63公里的线路设计 是我知道 试验段这一段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 你看我 那我们大部队这么多人上山等着你 拿不出来 你让我们 你不仗义啊 发酒三杯 来 哎 万成万成 你别喝 我没事 你听我的 你不要喝了 听话 你听话不 你是我师父我不喝酒 放心 你不能喝了啊 你看三杯 你这上面都没有彪清楚啊 高原 好 你这干什么呢 来三杯酒啊 万成说过了不喝吗 这多的给你少了我来 那哪里过来 你好好劝你 三杯 别让他喝了 喝 万成 今天正好谢老在这儿 我好跟他商量 什么谢老谢老的 我谢老 你是身心中铁 我就问你一个图纸 高原 我不认识什么谢老 谁都别跟我去谢老 我不认识他 你怎么说我 好吧 高原 你干什么 我就问你要图纸 高原 别往心里去 万成这小子喝多了 好了 好了 没事 我去看看 好好好 你快去看看啊 你坐 你坐 好了 这小子 这小子 你 你 通车上 你快点 我说你们就搬到这儿 住下河了 那哪儿去 整个青淡田路 组织微波 不是少数人 嫌我的妙桥 装不了高僧 供不起大佛 你以为呢 他这个A局啊 来来往往的人 连你在院子里 搭帐篷都不够 只要你们等得及 我马上就盖大楼 你能盖多大的楼 我不是在说笑 是真的 这雪域大厦 我把专家都请来了 你信不信 把那盒子给保住 是 是 坐好了 到票走了 来 来 师傅 我以为清喝酒跟水一样 没想到 你别问我 你也知道我平常不喝酒 你平常是不喝 可喝起酒来就不是你了 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你这叫忘乎所以 师父 对不起 这下都好啊 这顿酒要让你小子原形毕露 这会长要在总部开两条会 你跟他说 火不去 还不知道这位爷到时候能唱出什么西洋景来 师父 师父 我保证 这辈子不沾酒了 我就听你这句话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现在自己的身份 你现在是咱们青藏铁路的工程指挥者 不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 你凭感情论性子 这些都使不得 我告诉你 上了青藏高原 那就要经受暴风咒语的洗礼 是你真正成为一个钢铁汉子 来 都动车子 来 慢点 来 来 我轻点 往里放 好 吃了吧 吃了 我跟你说 我师父的身体你给我盯住了 大夫说他的血压很不稳定 臭小子 这会儿想起关心我来了 我没那么严重 只要你少惹点事儿 少给我添乱了 我这血压就正常了 段指挥长 小纸 你好 我已经按照多吉副总的指令 媳妇三天了 本来想让你们女同志多休息两天 我告诉你 可可西里可是欺少不欺老 欺男不欺女 刚来几天词还挺多的 快点 那是不少了 这儿戏太多了 有唱的有说的有醉的 错过开戏的机会太可惜了 你得让我上去 你坐那一辆车 万成啊 端极复制 上台来找你 盛叔 万成啊 我跟你说啊 暴流在山下干什么都不成 你让我上山干什么都成 真的 行 跟我们一起上山 你说的啊 那我拿行李去了 好好好 您是中铁A工程局 青藏铁路指挥部 肖万成副指挥长吧 嗯 听说您在这儿是您拿事啊 抽一支 不抽 你倒是第一个 能把我的职称和国民说全部的人 什么事说吧 我还打听清楚了 咱们觉得标段在可可西里 那可是非常艰苦的地方 需要能干的帮手啊 对 就是因为条件比较艰苦 我们要在那儿造一条高科技 高质量的高原铁路 但是我们的人员是个领个挑出来的 不需要帮手 直说吧 我是包工头 于怀县 东里县 都有我家的桥呢 于怀县 啊 你们去过于怀吗 对啊 你们呢 我是小办公 我还开过私立台车呢 还有我 去去去 能说出一个认识的人名吗 有啊 思议局的谢昆仑 谢处长啊 这车里连人都没挡你的树 你还带着那些活物干嘛 这带上山让你们吃的嘛 来来来来 帮个手啊 好好好 大脑 冲着谢处长 把这哥几个收了 谢谢 走走走走 他们就是冲着咱们的谢处长来的 C工程局没有中标 就留下来了 对啊 你好 你好 我们不管上哪儿 只要能让我们上山 修铁路 我们 我们干什么都行 好好 上车吧 好好走 好 听说你也要走了 我还会再来的 这儿可是男人的世界 我是说这儿的气候比较恶劣 我要是早点上山来 也许情况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我走了 把这些拿着 拜拜 我施工布老乔 老婆 昨天 昨天晚上 台会开到三点 太晚了 亲爱的 这个大队人马马上就要上山了 这往后 手机信号肯定不灵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以后 只能用座机给你打电话了 好好好 扶住了 你俩好了啊 师父 去吧 多保重 山姐姐 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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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只要是到过青藏高原的人 那可都是经过一次心灵的洗礼 包括我本人在内 老段 你在他身边 就拜托你了 是让你是他师父 脱不了干系 是 他呢 你是咱们青藏铁路总指挥部的专家组组长 你想你能脱得了干系吗 好 走 我们都走吧 再见 再见 走吧 走吧 段总 好 走 这点钱花的有点冤枉 别让人说这么多钱到了你手里净乱花 我告诉你 这可是有总指下了文件的 可是咱们到时候都是往当地医院送就完了 这一千多万都开办个世纪医院了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咱们是干什么的 上青藏高原 这是有特殊性质 知道吗 咱们当然得买 咱们少买点 行不行 请问你们这医疗设备全吗 这儿是全省最大的医疗器材营业部 我看不尽然吧 你们这没什么人吗 我 你这医疗器材是真的吗 你问那边的营业员吧 我这 你这什么服务态度 你这电大区客 这怎么能行呢 经理 经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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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先生 我这儿的经理 需要点什么 我要从你们这儿买点医疗设备 可是你们营业员什么态度 你们这营业员没说两句话 他就跑了 什么事吗 这是 不瞒您说 我们这位营业员出来乍道 对业务还不太熟悉 经理 我跟你说 这不是业务问题 这是太多问题 就是 哪有这样的服务态度 对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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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我告诉你 我是青藏铁路十一标段指挥部的 要在你们这儿买点医疗设备 这是我的订单 有 即使个别设备缺化 我们也可以从全国调配 是不是 但是 但是就冲你们这营业员的服务态度 我看你这不行 真的不行 消消消消 来来来 我说 你记住了 顾客是上帝 千万不要在柜台面前耍小孩子脾气 来来来 给道个歉 道个歉 对不起 这就对了 先生 那这订单 就冲经理你这态度 我们一定说话算数 好 这样吧 我们马上就要上山 你派给你们公司的人 跟我到宾馆去一趟 拿个支票 随后这个订单跟支票一块到你们医疗器械公司怎么样 好好好 我叫我们会计跟你们一块去 不用不用 这样 这个你们这位同志缺乏锻炼 是不是 也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对 这样吧 这年纪轻轻的跟我走就行了 好不好 好好好 别得罪人家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少来这趟 你就是扒了三层皮 我都知道你脑子里想的什么狗东西 我跟你开个玩笑 你生那么大气干嘛 再说了 你这年底的销售额上去以后 这年底奖金不就多了吗 我 你发那么大火干嘛 我告诉你 我不要 我不要这些东西 我不想跟你们铁路占标 我 我 晓晓 你真生气了 别去 你生什么气 到了 来 走 那个 我就在这等着吧 赶紧给会计打电话 张会计们 赶快把支票拿下来 我们在大厅等着 快点 他是谁呀 他是A局工程局 青藏铁路副指挥长肖万成的妹妹 肖肖 他父亲肖向前呢 是冻土专家 一直守在烽火山上 最后死在烽火山 碰纸 嗯 晓晓 你看我们这个具体负责的事情 以后就找我们的会计就行了 好 OK 等吧 晓晓 还有机械订货的 一起吃个饭吧 医药公司有规定 上班时间不能吃勤 我走了 胖 那我先上去了 请问 B局的鹏指挥长是住在这个宾馆吗 你找他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 我找指挥长想谈谈医疗设备的事 你来晚了 他已经把全部的医疗设备预算 全花光喽 全花光喽 哎 吃饭 你要吃什么呀 来这儿好几天呀 都没吃饱 喝吧 咱们再吃 这个味儿也行 吃吧 哎 看个是烂紧鱼 哎 来 介绍一下 这四个兄弟啊 我和你搬了 好好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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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来来来来吃饭 吃饭 你们班子配齐了七个人了 七个子啊 今天吃啥 吃面 又吃汤面啊 我说 这一活干好了啊 我们是请葬铁路 起个制 哎 这干不好 总有人说我们是 可可细里气皮狼了 吃你的饭 盖营房去 这面都不熟啊 火头啊 啊 这面咋还生着呢 哎呀 哎呀 兄弟们 抱歉啊 这是高原 那面条煮烂了 我也煮不熟啊 啊 哈哈 这早点啊 大伙儿凑合一块 中午 我都给大家感谢感谢 怎么样 火头啊 啊 你说那十几只鸡刚上山 还没喘气就死了 刚够我们这几个哥们儿 填饱肚子 哎 又看 咱把那四只小猪崽子 让我们哥几个 好好吃一顿算了 快 哎 别去别去 哈哈哈 我跟你说啊 这小东西啊 再吃一堂喂上半年 我保证 给大家做红烧肉 好不好 哈哈 对不起对不起 请问你们哪位是三班长 到 哦 你是那个鲁 鲁拉哥 好的 那个我们吃完饭 你跟我一起去修建 机械房啊 好 是是是 好 呦 原来是位女士啊 你以为你换了身衣服 我们就认不出你来了 啊 柯柯系里 不管有七皮狼 还有一只画啊 我说这一大早 七皮狼就在这叫唤 你们野性收着一点 要不有人会治你们 给你们带上饺子 哈哈 汪班长 啊 这谁呀 方云霞 是咱们工地上的治检工程师 啊 得 你们这张破嘴 活没干先把人得罪了 哎呀 女人嘛 头部长见识短 怕她干啥 来 赶紧吃 就是嘛 大不了 脸上笑咪咪 嘴巴甜咪咪 看好叫阿姨嘛 哎 小天青 这话可是你说的 大家都听见了啊 到时候方公要是不给我们签单子 不管你叫大妈还是叫阿姨 没用 对不对 对 到时候 这事都归你管 哈哈哈哈 来 吃吃吃啊 来吃吃吃啊 来吃吃吃吃啊 哈哈 哈哈 老门长好 哎 哎 周医长 这是您要的出口出口 好 哎等一下 哎 没事 我好像在哪见过你 您是走南闯北 见的人多了 辛苦你了 啊 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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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到我们A局来参观指导 我来看你 怎么样 我可听说了 你这搞成五星级宾馆 我说你这哪是盖工棚 是啊 我跟你说 这边是我们的指挥部 这边是员工的宿舍区 这边是我们食堂 怎么样 带你去我们指挥部参观一下 得 我不去了 你把你这个地方弄成这样 你说你是打算把多少圈放在可可西里 不是 你还让我怎么活 还让我弄不动了 我跟你说 咱们只有在这睡得稳 才能扎得住 只有扎得住 才能把我杠好喝吧 可可西里 好 你这儿是昆仑山的必经之地 你是不是想让人来参观 参观你这个地方之后 然后没事打打牌 睡睡觉 然后歇脚 喝喝茶 然后再看看咱们藏灵阳的风采 我怎么觉得你眼有点红啊 你才眼红了你 我告诉你啊 我那个地方 可是海拔四千九百零五米的高原 那是风火山 我告诉你 我那儿 那是真正的战场 好嘞 战场地啊 回去 抽出满汁的彭金龙 向自己的领地 风火山攻敌舍 但他的车刚刚下到 所看到的景象 是他呆住了 这怎么回事啊 你们怎么都没搭起来啊 好等啊 让点好 来 都没劲 怎么了 你们这都是怎么了 同志们 坚持一下 快起来 快起来 这怎么回事啊 都不想活了啊 这来了一天了 怎么还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 不是 我这脚跟踩了棉花套似的 这脑袋跟进了木屑似的 你不要再给我用海笔绝了 你到现在 到现在才给我搭了一个半帐篷 这还是个破架子 这风火山又冷风又大 你这晚上大家伙往哪住啊 我们来 想起了 山底下公路到半的人帮着搭帐篷 可是他们要价太高了 要多少钱你也得搭呀 你看看人家肖万成 你看看人家 小爱 你什么话都不要说了 你现在给我搭帐篷 找人 找人给我搭帐篷 甭管多少钱 不管多少钱都在搭呀 要死人的 好好好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赶紧去吧 好 换工指挥让一下啊 好的快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起来吃饭了啊 吃饭吧 来来来来来吃点吃点 起来吧起来 喂 晓晓 几点了还打骚扰电话 我可报警了 别别别别 晓晓 我急需医药生 你能不能先提前跟我 白纸黑字 按合同办 晓晓 你听我跟你说 要不这样 你能不能先给我发点氧气带过来 多少个呀 三百个 三百 一千个也不成问题 问题是你哪挂氧气啊 大外行 不是 我的工人们都躺倒了呀 我 他们一个一个都喘不过气了 晓晓 在海拔五千米的地方 你的工人要是能活蹦乱跳的 那他们不都成神仙了吗 我告诉你 到平原上就好了 要不然再到海边转转 气儿就喘得更匀乎了 不是 你怎么这么 喂 喂 好了没 抓紧时间 萧总指挥 电话卸击好了 那大拿赶紧试一下 让我试试 哎 老婆 可可西里A局指挥部 博出去的第一个电话 是我给夫人打的 赵子 大哥在拍马屁呢 去去去去 我说手机在这儿没信号 知道吧 只要打电话就打这个号 哎 哎 完成 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 带走 好 完成啊 手机在这里啊 没有信号 全被屏蔽了 所以呢 我按了这个座机 让广大职工啊 给家里边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 那个开发会以后吧 指挥长 哎 我能提个意见吗 说吧 咱们是不是应该讲点纪律啊 又怎么了 昨天晚上 我看见四眼狼 和小天津他们 上身穿个大棉袄 下身光着腿 穿个大棉鞋 大棉鞋 半夜站在那儿 快把我给吓死了 哎 方公 这死鬼夜里还得尿尿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你们大男人 也不能随便方便呢 方公啊 这事您可得适应点 这工地上向来是天当房地当床 背过脸是茅房 正过脸是食堂 笑什么笑啊 有什么好笑的 方公说的对 你说咱们把那个男女厕所 修得那么漂亮 当百事啊 那就是给大家用的 以后这毛病啊 都给我改改 丢人 管车 这个 这个问题 大家各个部门注意一下啊 传达到每个班每个人 在发现类似的事情 每人发光两百 开会了啊 那个 我已经把前一阶段的那个工作情况已经向指挥部做了汇报 今天请班业上的干部过来开个会 主要是想让你们听一下 段子从青藏铁路罗总指挥那儿带来的指示精神 好 同志们 李中央首长亲自到我们格尔木 参加格尔木到拉萨的铁路铺轨典礼的日子 那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啊 可以说屈指可数 所以罗总指示我们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尽快的安营扎寨 也同时考验一下我们这支队伍能否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地区 荒山野岭之中 扎下根 站住脚 黄指挥 开车把我们送下山 昨天刚来今天就想回了 怎么 想老婆了 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呆的 这样 给兄弟们都说一下 再坚持一下 大家不都这么呆着吗 过两天一劳设备一上来就好了 这儿海拔这么高 已经超过活人生存的极限了 人家都是一走一过 只要翻下风火山就能喘气了 咱们倒好 得在这儿石铁锹 轮大指 说什么呢你 我告诉你 咱们可是铁道兵的后来 咱们三上青藏可没有一个是逃兵啊 别拿逃兵的帽子吓唬人 我们只想换个活法 好 你看你们一个一个那样子